结果几个人又开始顾忌重施 把甲头换成了针头 真是太坏了 大妈被吓得心脏都快掉出来了 他们拥有同样的方式 测试了一下帅气小伙 好防备的她直接就弯腰去捡地上的头 结果也被吓了个半死 但这么危险的游戏 你可不要尝试 万一被踢了脑袋可砸整 最后女人又开始了她的作死模式 把黑妹吓得脸都白了 凡是路过这里的人 也没能有一个幸免于难 真是太有意思了 你见过脑袋上长泡面的人吗 小伙为了躲避帽子叔叔的追捕 伪装成了餐盘里的食物 一个男人想吃炒面 结果却被吓了个半死 她还告诉奶奶千万不要出声 从此所有来这里吃饭的人 都要被惹魔鬼的声音 惊吓到不敢吃东西 而这些奶奶又会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再把餐盘摆回去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最想伪装成什么食物呢